川习同意暂定11月29日G20场边会谈,要化解美中贸易战长期缠斗 11月,在阿甘廷举行的G20峰会,可能是好时机突围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,左,与美国总统川普南华早报网站19日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初步同意 在下个月的G20阿甘廷峰会,场边举行会谈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双方暂定11月29日峰会正式开始,的前一天在场边会谈 如果成真,将是两人近一年来首度面对面会谈 被解读双方有意,降低贸易战导致的紧张关系 中美决力持续升级之际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9日 接受中共三大官媒访问时,提到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也造成影响 但它趁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,并透露目前中美正在接触 但刘鹤并未说明中美在哪一层面上有接触 感谢观看